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文章是 江子牙票房破九亿 中年的叛逆才是真的惊天动地 几经波折江子牙终于在国庆假期顺利上映 并且四天票房就破了十亿 表面上她是在讲风神榜的故事 但实际上我从电影里看到的是一个中年的失忆和挣扎 我们当然不是江子牙 但谁也不能保证某一天我们不会成为她 你想象中的江子牙是什么样的呢 运筹帷幄大致若鱼 白胡子里写满睿智的老者 电影《江子牙》里江太公可有点不太一样 她还是秉持着院子上钩的原则 不过这一次她不是什么锐指老者 而是个颓废的中年男人 她整天不吃不喝 久坐在原地钓鱼 思考着一个困惑了她十年之久的问题 钓到鱼她也不吃 直接就放生 久而久之 身上被冰雪覆盖住 不远处来玩闹的小孩 甚至以为她是块大石头 而剥掉这层冰皮 她的形象也不怎么亲人 衣着邋遢 面容沧桑 头上还有隐约可见的白发 满眼都写着迷茫 没人把她当神仙来对待 在酒馆里连小妖怪都敢奚落她 大名鼎鼎的神仙江子牙 为什么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别急 让我们把时间往回倒推十年 那时的她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三界大战中 江子牙立下显赫战功 只要斩杀了为祸天下的九尾狐妖 就能立刻被封为众神之掌 然而 这简单的一步却出了问题 在斩杀之前 她意外发现 狐妖的体内还藏有一个无辜元神 为了拯救这个元神 她解除了狐妖的封印 差一点酿成大祸 她问 狐妖体内的到底是什么 世尊轻描淡写 不过是狐妖幻想 江子牙争辩 不是幻想 她的的确确是看到了 于是 被世尊贬下北海反思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才能回去 在北海 她穷困潦倒 上文所描述的大石块冰雕 是她大部分时间的写照 十年间 唯一陪着她的 只有神兽四不像 以及谜地 神功豹 时间一长 偶像光环彻底破灭了 神功豹 每天都在发牢骚 说江子牙脱累了自己 一番大吵之后 江子牙不得不自己 去酒馆换粮食 也是在这里 她遇到了小九 一个长得 和当年狐药铁内的无辜猿神 一模一样的女孩 江子牙的眼神 从迷茫变得有生气起来 只要知道她是谁 一切的谜题 就都会迎刃而解 可惜 小九也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两人就这么阴差阳错地 一同踏上了真相之旅 人到周年了 还要有怀疑精神吗 人到周年 简直像进入了恐怖片 年轻气盛时 觉得一路奔走 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 到后来才发现 不被这个世界改变 就已经够难了 一路上 周年江子牙 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三界之所以爆发大战 是因为狐药 为祸人间 害得百姓不得安宁 她原本以为战争结束 狐药一族被赶尽杀绝 百姓就会过上安宁的日子 然而 她眼下所及 仍然 生灵涂炭 小九描述下的世界 似乎也并不怎么安生 九尾妖狐死前说的那句话 不断回荡在她的脑海里 你根本就不知道 天尊都做了些什么 江子牙原本以为 自己是知道的 天尊以为 自己看到的是狐药幻象 不过是因为 她不知道真相 但现在看来 她似乎反而和真相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江子牙知道 其实不问师父做了什么 反而更好 十年前 如果坚信所谓 无辜元神 不过是狐药幻想 现在的她 已经是三界 人人景仰的 众神之掌 一念之差 让她走到了今天 现在 她不仅要问 为何狐药体内 有无辜元神 还要问 天下为何成了 现在这副模样 这种执着 当然不会帮她 重回仙界 只会让她 一次次得罪天尊 哪吒之魔童降临 片尾的那句 江子牙 你可知罪 将会成为 她一生中 面临最多的拷问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要找到 真正 值得相信的东西 影片里 江子牙的这股镜 让我想到了 另一个人 江扬 沉默的真相中的她 也是这样一个 自讨苦吃的人 江扬 原本是一个 前途光明的检察官 无意间 得知了一个旧案 和其背后的恶势力 为了查出真相 还死者一个清白 更为了 把背后的势力 一一揪出来 她放弃了生殖 爱人 家庭 最后 沦落为一个 潦倒的手机修理工 甚至为之 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做出 截然不同的选择 她其实能过上 相当优渥 且幸福的生活 身边的人 曾数度劝她 放弃吧 你这样做值得吗 深宫报 也曾问过江子牙 你连鱼都放了 为什么不能放自己一马呢 但有些怀疑 一旦起了 就是放不下 看似的放过自己 才是不放过 不去破案的江阳 午夜梦回 都还被案子困着 不去质疑的江子牙 哪怕风神 也坐不安宁 古人云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人到中年 似乎一切 都应该安定下来 对于事业 感情等 都不要有太多 怀疑精神 否则 看起来 就像是在 自找苦吃 但人 对于内心 信念的坚持 真该因为年龄 就停下来吗 江子牙 给出的答案是 不 也因此 哪怕被贬北海 他也要接着 寻找真相 哪怕 不当所谓神仙 也要还自己 一个明白 还天下人 一个安宁 中年人的叛逆 才是真的惊天动地 旅途结束 小九的身份 彻底暴露出来 天尊的野心 和龌龊 也浮出水面 小九不是坏人 但他和胡族 成了某种意义上的 命运共同体 如果要拯救苍生 就务必要牺牲他 江子牙 无意间把自己 置于一个 为难的境地之中 拯救苍生 还是 拯救小九一人 我不剧透 但可以说的是 江子牙 没有顺从天尊 而是做出了 属于自己的选择 很多人都在拿 哪吒和江子牙对比 我觉得 两部电影 虽然同属一个 风神宇宙 差别却很大 如果 非要在这两部电影里 找到个一致的概念 只能是反叛精神 不过 江子牙的反叛 和哪吒的反叛 完全不一样 年轻人的反叛 多数是因为 出生牛肚 无怕虎 出于无知 中年人的反叛 更多是因为火通透了 明白对自己而言 什么是更重要的 他们的这种反叛 背后的风险也更大 也因此 才显得 更加可贵 江子牙 再清楚不过 碎了天尊的义 哪怕不是真心实意的 也能位列先斑 而一旦忤逆 意味着自己 不仅要打破 多年的信仰 更要让多年 为风神所付出的努力 功亏一篑 但他 仍选择了 不遵从 影片接近结尾处 在对抗天尊之前 江子牙看到了 当年刚入门时的自己 他对多年前的自己说 用你自己的方式 成为神 他斩断了天尊的权威 也彻底斩断了 自己的神仙之路 最终 江子牙没有位列先斑 只是一介凡人 但 他同样 也是真的神 也只有神 才敢在任何情况下 都坚持自我 普通人 可能不太会像江子牙一样 在中年时 面临天下大义的抉择 但遇到 需要内心对现实 做出妥协的时刻 却也不会少 假意逢迎 就能升职 做还是不做呢 为了孩子上学 要讨好老师等等 去 还是不去呢 婚姻不幸 但离开后 更是困境重重 离 还是不离 我也没法 给出答案 但可以举个例子 想必大家都还记得 前段时间 因一曲 放飞自我的红色高跟鞋 而出圈的刘敏涛 她离婚时 已经快要四十岁 因为多年 都是家庭主妇 她的事业陷入停滞 经济也不够独立 更不必说 在离婚后 所要面临的 舆论风险 孩子抚养等 一系列问题 但她 还是毅然决然理了 因为婚姻 已经成了 她不想要的样子 这次冒险 带给她更多自由 也让她看到了 自己人生中的 更多可能 她甚至 成了某种程度上的 中年叛逆榜样 我知道 我们不是羡慕她赢了 更羡慕的是她的感 感面对 离婚后的一地狼藉 感从头开始 感迎接 可能会有的一无所有 这其中的每一项 都太难做到了 叛逆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人 少年时期 才独有的特质 人到中年 上有老 下有小 房贷 车贷 工作困局 每一个 都是一座大山 一分钟 都不敢松懈 更不要提 什么所谓叛逆 但也许 每个人的内心 都还留存着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小心呵护着 自己的少年期 她会事事冒出来 提醒你 去做真正 有意义的事情 出于对现实的妥协 一些人 会选择忽略这个声音 但也有一些人 像江子牙和江阳那样 会选择 直面这个声音 即便未来 他们可能 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看似愚昧的行为 又何尝不是大智若愚 人生很难 在看清真相后 如何坚持自我 比学会妥协和原话 更重要 同样的 也更难 当我们 值得 为之一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